狼队3比2北京微博 北京微博刚刚扳回一局 在阵容的强度上来看 北京微博目前手里还有蒙田 而重庆狼队现在还有关于凯 狼队有关于凯有公孙黎 然后中路位置上还有一个沈蒙熙 对 然后在微博的手里呢 还有银正 他们手里还有银正在 甘迦莫爷也还在 虽然说鲁班纳师用掉了 但是他们手里还有个太乙真人 然后在面对这局比赛 重庆狼队是选蓝 重庆狼队选蓝的话 他会把蒙田搬掉 把这个蒙田搬掉不给你 然后就看北京微博 对于大乔和明世影 这两个英雄来看 他们会不会有一个放处 还是说全搬 如果全搬的话 那他们其实BP是 就比较吃亏的 因为自己谨慎的一套体系 被搬掉了 然后还想选的东西 就更加选不到 除非像SK所说的 就是全放 全放就拼一把 全放拼一把 拼赢了巅峰对决 对 因为微博如果全放的话 他考虑搬个公孙黎 然后把大乔 明世影全放 你狼队只能挑一个选 对 他起码可以拿一个 这时候换你 你会放吗 感觉应该会放大乔吧 狼队 因为他们不是还有东黄吗 感觉应该会放大乔 放大乔出来 对 两边现在 我现在关键点是 微博他们放不放 微博已经 在东黄台这一块 已经把这张牌用掉了 所以说微博如果在大乔和明世影全放 他没有扳东黄的一个情况下的话 狼队有可能会去挑明世影 他不会去挑大乔 来吧 进入双方的第六局 这一局比赛如果北京微博赢下来 将会是巅峰对决 狼队如果赢下来的话 比分就再次停在了4比2 来看一下BP 蒙田 蓝四方先办先选 崇尼郎队不给北京微博 在第六局如果放出蒙田的话 真的有点难处理了 公孙黎判掉了 那就明世影和大乔会放出来一个 也有可能双放 露娜 想拿关羽凯 那就是关羽凯的话可以不着急 一手肯定是大乔或者明世影 看后面微博 直接把沈梦希给搬了 花楼这是要博一博了 全部放出来了 看狼队挑嘛 微博东黄用过了 狼队是可以出大乔不怕东黄的 对 那他们觉得明世影强度更高 他选个明世影 他后两手还是可以关羽凯 对 因为微博关羽凯用过了嘛 对 那微博的话就会是一个大乔了 他把孙上香抢了 大乔加孙上香 应该是这样选了 大乔配孙上香 就果然是全放 一边一个嘛 这把明世影搭不到孙上香 有可能会是搭个加罗 这把外面是不是还有老夫子 有有有 有的 两边都有老夫子 但微博这边更需要老夫子 关羽凯加小明 那应该是老夫子了 嗯 老夫子加大乔 他选孙上香的话 前期对抗强度还会有一点 他如果要是这局比赛配个鱼姬 那前期对抗强度就不够了 因为他如果要是配老夫子的话 就是老夫子加鱼姬双边太弱了 对 香香打凯也挺好打的 嗯 老夫子 这个赛季 紫墨的老夫子是拿出来过三次 赢了两局在常规赛 我现在在想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在想 分享一下 因为狼队东皇还没用嘛 啊 我在想他有没有可能在射手位去补一个 就是大C嘛 然后再掏一个东皇 就强行 让明世影走中吗 我强行康特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因为这样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少的 曲儿在训练赛有见过吗 没见过 但是但是 思路是好思路 但有四 有有有有说法啊 因为东皇真的太克大桥了 周瑜 周瑜 周瑜加老夫子加大桥 我这个阵容就是大桥体系非常的完整 对 那为什么狼队不搬周瑜 他搬掉了橘欧金加上金铲 想削弱你前期能力啊 但是对方还是毕竟还是有一个周瑜的吧 所以前期能力还是有的 后翼 拿后翼多了个开团 开团点 换王昭君 这个王昭君选出来的话 也会让老夫子挺头疼的 他绑到人之后跟不跟输出 那这把就是靠关羽了 靠关羽把人推出来 给暖阳选到了招牌英雄 先手上纯靠老夫子 这个阵容 整体上来讲的话是微博这一套是非常吃紫末的 很吃紫末 昨天的比赛还有一个就是暖阳跟花卷 他们也是在 当时是在第四局比赛打GK的时候 一个沈梦西一个选了药 然后那局比赛是花卷帮暖阳过渡了第一波野区之后 暖阳那局比赛就杀疯了 应该都还记得对就杀疯了 这把暖阳就老夫子存当一个坦边打吧 然后暖阳多吃周瑜也可以放放一点资源给他 对 那就是直接吃两线 但关键点是现在他们要应对的是狼队的这种名是你的前进强度 对 应该是想进野区 但感觉这微博的中单也挺强的 主要前进强度 周瑜加大桥清线速率非常的快 主要是王昭军啊 我们今天也看到了王昭军打当时是赢阵那一把 对吧 赢阵直接把王昭军压在塔下根本就出不来 看这个开局的布置 狼队知道这种他一级开局是可以五个人直接走中的 五个人走中后翼交一个技能 官员交一个技能 王昭军交一个技能 直接把线给清掉 那谁升两级呢 关键是 升两级就看情况一人先交一个技能 最终最终升两级看他们这最后一下给谁了 因为有一个关羽在 有关羽在他可以抢中草 对 关羽拿到中草之后 那北京微博他就没有办法 就是卡着草丛 我提前在前点把中路线清掉 我之前也跟粉丝排位一起尝试过这一招 然后我一个都没到两级 就很尴尬 经验没分配好 一个都没到两级 所以这局比赞我们看一下狼队 如果他们尝试进野区的话 可以看看他们的第一波处理 北京微博这套阵容 大乔到四级 老夫子到四级是他们的节奏点 让我们拭目以待 到底能不能进到巅峰对决 进入双方的第六局比赛 敌军还有无聊到达战场 请做好准备 正位 全军出击 正位 战气中当 北京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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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波进来 弗兰想批出这一刀 但是被星宇的一技能打断了 小胖的凯来了 一技能翻滚走掉 再来一个一技能 但是项羽跟上的出出 直接把苏丧枪给带走 拿到了一血 慢慢这波再连残星宇野区有了 中线都不管的 是的 直接要进野区 直接不要中线了 再用一技能连珠 但是他只有一技没办法切黄线 周遇的火 这跟上将大乔的一技能 收掉了王昭君 狼队是第一波中线 一个人都没吃啊 没吃直接放了 很绝 这有够绝的这一波 我们想了半天谁到两级 他们干脆五个一级进去了 真正的真一集团 五个一级 大家都不要了 什么都不要了 就为了反暖阳的野区 对 这种开局不得不说太绝了 看一下下路 乔西在交出了一血之后 回到了下路 去跟要到对线 但孙少将对线 打后翼的话还可以 他可以Poke他 拉扯开来 对 然后王昭君这里的话 是提前帮凯在刷蓝 给他提速 毕竟凯犯了个对面buff 这是野和待遇啊 但暖阳也吃了上路这波兵线 跟子墨一起双双到达了四级 接下来就等星宇的大乔到四了 星宇的大乔 是在自家野区拿了一血 受掉了王昭君的击杀 微博这边第一视角给他的花卷 花卷的周瑜 在草里帮忙看一下视野 对 马上就要防守下一个蓝buff了 这个赛季在常规赛期间 花卷的周瑜有50%的胜率 这波线帮忙抢完之后 弗莱到达四级 然后小棒可以通过上面的圆处法阵 直接传到下路 传到下半区来 下路正好也拿到现权了 这波蓝区是要进的 可以射一剑 这波后翼 看后翼 有大招 要不要出剑 再找位置 周瑜先吹拖时间 但他这个时间拖下来 关于可能就要到了 这一剑被走位躲开 这波周瑜把火扑过去 一个大招 但是凯开起了大招 小棒这波还要进 但直接跟线点到 钻上钻上直接 交出了进化 解掉了凯的这个二技能控制 周瑜这把火 是把自己家的这个蓝区防守下来了 对 防下来了 但这一波小棒也没有了大招 下路只能保着 要到把这波线清完 也压不了这个防御塔 而且帆帆也残的 对 到下一波就要变成北京微博来找机会了 因为大桥有四了 老夫子这里也已经准备好了 对 现在大桥也靠过来 这波大桥是神不知鬼不觉 但是弗莱用 马眼探到了 被动探到了 他探到人的第一时间 就有一个回头反顶 要确保自己再拉开一个安全距离 让项羽过来给一个1 发现草里没有人 老夫子就打小野了 这时候北京微博三个人就位 周瑜把中路的线清完之后 四个人就位 老夫子主动上去 给大招捆 捆到了肉凯 大桥这个大招并没有放 后一是一剑跟上 但是把人打在大桥二军的圈里 关羽直播进场 想二军的踩一掌 那花卷交出闪线 躲掉了 这一波电梯传下来之后 是被黄龙君二军的动作 伤害不够 给一根线 花卷还是进到了圈里 回到了家中 一波技能交互 没有办法人头 对 这是微博主动找的一波节奏 但狼队这里的处理 做的也挺好的 关羽去断后排的火力 然后小胖这边 是主动上去吃老夫子大招 对 那你过来绑我 你大招五秒 我时间比你久 我能坚持住 我坦度非常的高 而且关羽还帮忙去 把周瑜给赶走了 对 没想到BO7 全局BP的第六局 我们能够看到 常驻班位的小明家大桥 这条龙应该是争夺不了了 但是这一根线 连到了星宇 避免被孙长消耗 拉断了这个链子 拿完了暴君之后 带着暴君的BUFF 狼队想要进这一波 但是同样的方式 花卷这一波 这一波 乔西一个究竟的暴 打残了项羽 把项羽的闪现给打出来 并且劝推了狼队 这波野区打完之后 下一波狼队就进不来了 嗯 彻底进不来了 这一波带着暴君BUFF都没进去 对 这波打不起来 后面就只能 慢慢等后翼射箭了 然后现在等子墨清完线 又到北京微博的回合了 主要是这两波 都被花卷的周瑜火铺好了 提前扑火 来老富泽 线上直接跑过关羽 大桥给了个大招 把队友召唤下来 大王招军一个洞 动到了三个人 我的天哪 这波化解了一波 压力 FLY这波没有被击杀掉 这波没有伤害点 主要关羽被打残了 主要大桥的这个大招放在这 他们能落地的位置 也就只有这么一点点 其他位置都被这堵墙给堵住了 项羽一个二技能 落地的三个人全部被动住 原地发呆 这也跟项羽他其实是计算到 北京微博要进攻的这个点 我刚才也说了 马上到北京微博的一个轮次了 然后项羽提前是已经在FLY那一路 已经站好位置做协防了 是 不然没办法在FLY被绑的时候 直接就大桥给大 他同时二技能控场接个大招 看下结束实时预测 SK和月月都看好的重庆狼队 银儿和Yellow看好的北京微博 对 月月给了个热知识 狼队是最会针对大桥体系的队伍 他们自己打得也好嘛 对的 这波周瑜扑火 把后翼烫到残血 让自己坐电梯走 他没有 他闪现过墙了 怕自己扛不住伤害 对 他怕自己被秒 他没有多电梯回去 他这么多电梯应该能回去 因为狼队已经走了 对 当时我看着他 那个状态是完全可以走的 对 那现在因为周瑜被打残了 没能第一时间过来防守这个篮 是的 这波篮想要反 拿到手 这波追上去 大桥给个大招 想把人摇下来 但是狼队这边得了便宜就走 这就对了 这就在自己篮区快要刷新前 在上路那一波状态被打掉了 对 没能第一时间回家补给 自己赶到buff处做防守 魏博是打龙嘛 打龙也是要教技能的 对 被狼队抓到这个机会了 现在双方还是要保一下自己的射手发育 双方射手在跟着 跟着彼此的节奏的时候 只要没出什么事 发育的都挺好的 他们现在没伤害 对 太乱了 伤害 嗯 那么只有把射手发育顶起来才行 现在后翼的经济居然领先 射手发育顶这么多 4700块 太飞了 关键是这局比赛 他还带个名试影 嗯 一剑没有能够打到 不来的关羽也在这个传统法阵里 待了很久 小胖是蹲到了新宇 这波 蹲到了新宇 直接把新宇给带走 新宇放了个大招 但是似乎没有人敢传下来 这波紫墨大招交完了 没有可能到人 关羽进场直接劈死了孙上香 花杰也被捡住了 对 走不掉了 被挂了个减速 回头吹把火 但是还是倒下 被后翼击杀掉 这波一波北京微波就有点崩了 对 这个突如其来的一波遭遇战 让小胖在野区抓到了一个机会 把你在支援路上的大桥给抓了 对 而且项羽他这波 王昭君跟得也很果断 直接闪现上去给技能 没错 直接帮小胖留人 因为刚刚在上路是漏了三个人 关羽加上明世影加上后翼 所以大桥心想 我的野区应该没人 对 而且他心想野区的人 应该不足以把他击杀掉 并他有个进化 然后这波妖刀终于中了 但中了之后 子墨脚下有个电极 子墨给个大招捆 捆到了明世影 终于把火扑过去 去烫一下再给个大招 项羽加上这波跟上输出 但是这个强花普攻没有打到翻翻 蓝反完就走 来回看一下这一波上路的团战 项羽加上翻滚 然后弗赖很细节的在传统法 这里面卡视野 对 墙边边上 对 然后小胖这个地方看到了 正好看到星宇过来 然后子墨这波也没有交大招 去给小胖 然后最终被逐个击破 这种突脸阵容实在没办法 上路的一塔都还没有爆呢 Fly和小胖就直接冲到了一塔后方了 对 后面微博 他整个阵性就是完全散的 好 李洛标志性的手势 标志性的握拳 点头 代表他对于刚刚那一波 重新狼队团战的认可 一剑 要中周瑜 王老军再跟二技能闪现 躲掉冰洞 另外一边 大桥被留了 对 星宇走不掉了 又被小胖给击杀掉 但是小胖太肉了 一个一技能把血量回了上来 太肉了 这个凯 5900块钱的肉凯 跟暖阳要的经济对比 他只差了400块钱 他现在的一个坦度 完全能扛住老夫子绑他 然后吃一波集火 对 甚至说翻弯都可以给他一种黄链子 让他更能扛 因为这局比赛 暖阳的野区每一波都被骚扰 以至于他的经济很能刷起来 需要CD 四波蓝球又来了 再次进来 四波后翼又要射箭了 就是一个大桥阵容啊 完全被牵制着这一箭 打到了 网络军的二技能的冰洞 被星宇丹大桥 用进化解掉 这个蓝buff骚扰成功 没给到暖阳 回头自己再开一个十分钟的暗影暴军 微博想过来去排一下视野 还能不能开大闪 直接绑 绑到了帆帆 要这波进场 坎一刀 一个阴性的直接转死了项羽 大刀在龟城回去 坐到两个人 龙还拍了一下 直接拍起了腰刀 凡凡这波一阵王 回头给了意见 那条龙是先拿完 但是斐赖跟小胖 两个人在后面直接切掉了乔西 子梦也阵亡了 再来关羽 这波没能走掉 还行 最终的这个结果 微博是非常能接受的 在逆风情况下 就不想让重庆狼队 拿到这条暗影暴军 所以主动出击 对 绑到了一个凡凡 然后一波突进 最终局面打了个三万三 虽然说龙最终 还是被狼队拿掉了 但他们完全能接受 就是落后了 两三千的经济的情况下 打了一个平手 然后后排你实在保不了 你不如去切对面的后排 对的 双框的阵容都是这个样子的 实在保不了 老夫子都已经绑到明世影了 所以可以看到 斐赖跟小胖 两个人根本就不管了 就往前顶 这波团微博就是尽可能的 在短时间之内 把能打的输出拳打出来 包括暖阳也是 暖阳跟化觉两个人 根本就不管后排了 乔西就自求多福 这波紫墨走不掉了 被奔奔一个大招给连死了 王昭君 这个二技能动得太漂亮了 对 直接跟后裔打起了配合 一键一个动 这条龙 重新狼队是带着暗影暴君的buff 打得比较慢 有个记绊子 南湾这条龙 下波估计就要开始压近了 是 关心是这套阵容 当法球流的装备起来 在做出了炫魔制度之后 翻翻给一根 红线 红线或黄线都可以 如果伤害威胁不够大的话 他直接可以给一根红线 这样就可以弥补 甚至比 在版本变动之前的法球流 后裔的伤害还要高 对的 然后又肉 如果要是 后排威胁太大 被老夫子和药和周瑜起脸 那就切根黄线 然后还有一个炫魔 这套阵容的话 北京微博就只有老夫子 可以叫无视真伤吧 又没有什么真伤 大真伤 打不动 大乔开始带着要出去带线了 现在让暖阳 再补一会儿经济 但是微博这个阵容 还是有机会的 就是要把暖阳和乔西的经济 补起来之后 此末开到C 这一间中了老夫子 王兆军二技能跟动 那终于这把火球扑过去 老夫子给个一技能 拉了一个肉凯回来 但是老夫子这个大招 绑到了肉凯之后 这个防御塔已经先被推掉了 这一波暖阳进去 一个贵城 全部都是残血 想追击老夫子一个闪现 接一个一技能 直接拉回了后裔 后裔直接回头站着点 但是被花卷 一个火直接扑上去 后裔还是倒下 老夫子再往前追 终于一个闪现 一技能回推 推了回去 将项羽给带走 花卷拿到了二连击破 崇利兰队的中射全部倒下 而且微博他的阵容里面有大乔 是可以打持续一波的 是的 下路有个很肥的兵线 微博现在是五个人都活着 大乔在等下一个大招 这波漂亮的防守反击 有可能会是北京微博 反一波的机会 对 但是下里还有三个人 小胖的大招已经好了 弗賴大招也已经好了 看能不能守住 三守五 先上去小胖开起大招 往前顶 关羽在进场 要拆火不让他们坐电梯 腰刀已经活了 狼队守了下来 但北京微博 还是攻破了重庆狼队的下路高地 现在双方的高地 是各到一座 完全的镜像 下波周瑜火铺得很好 直接拉满这个伤害 嗯 花卷也是在刚刚那波团战拿到了双杀 后面花卷也是配合自己的队友留人 看这波团 明显时间不够 老夫子抵抗之圈 然后周瑜这把火 直接扑的 后翼没办法去输出 对 他只能打防御塔 卡了个边边 嗯 然后看暖阳这波进去 把伤害拉满了吧 Fly以及分分都打残了 然后紧接着这个子墨的老夫子就拦不住了 而且周瑜他这边放 放完吹风之后 把火扑过去的同时 还给老夫子增加了移速 嗯 后面还有个闪现吹风 再吹回来一个 对 这波打完 暖阳的经济 就完全起来了 马上一万二的经济 经济已经开始反超重新狼队了 对 就是乔西的孙上香的经济 还不够 但是三进套也已经有了 是 在AD上还需要 气血之刃这些装备来补一补 但是基础的爆发 如果打到脆皮上也够了 刚那一波团打完 北京微博让这一局比赛有了悬念 但他们大桥阵容还是怕被狼队的这一个关羽凯给冲脸 还是怕 因为凯翅一套的话是完全死不掉的 对 刚刚那一波在塔下都扛住了 对 在压塔的时候 关羽是没什么绕后空间 但是你出来打的话就不一定了 一线中 打到了周瑜 周瑜超多的闪现 这波凯直接贴着紫墨的老福子 后来在绕后找机会 这波想去推人 不想进圈不给进圈 再转一下 被周瑜晕了一下 直接被打残 而在后翼在旁边直接 闪现输出掉的紫墨 对点掉了老福子 而另外一边的暖羊脱节也被击杀掉了 这波老福子回去之后出来 在自己的高地位置被腰刀给堵住了 一个射手在老福子的脸上 把老福子给击杀掉 还有就是关羽 在这波团战有个很大的发挥空间 他把北京微博的人打得不敢坐电梯 对 Plan这波立大功了 还分割了战场 中路兵线残血 推掉了北京微博的中路高地之后 狼队选择了撤退 狼队回过头来 就能把这条主宰给拿下了 对 这波团还得归功于腰刀的那一剑 那一剑把这个团开起来之后 王昭君先配合打了一波去留人 对 然后后面关羽从侧边杀进来的时候 赶走了周瑜大乔和孙上香 就形成了一个老夫子和药 双双脱节的一个局面 来看这一波 先是一剑上去打到了周瑜 然后凯进场 王昭君的大招 然后看关羽 一刀劈到了乔西的孙上香 这时候这个圈谁都不敢坐 连大乔自己都不敢坐 老夫子这里刚落地 想跑 后翼直接闪现过去收你 然后弗赖也是把三个人全赶走之后 等这个药 暖羊进来的时候 直接吃了根黄链子 自己就变得很脆了 这波老夫子已经 已经走了其实 已经走了 但是药刀还是要强行留他 又来了一剑打到了 紫墨 紫墨再被动一下 这个控制拉满了 回头给一个大招 但是扛不住药刀桌 直接被秒掉 这时候 我现在想这一半吧 不让暖羊回去 是的 他也不去找暖羊 他就在这里盯着你 暖羊这波 看一下弗赖能不能追上他 然后想回去 王上军也过来了 走了一个视野盲区 王上军看到了 但已经走远了 对啊 他不敢上去强行留暖羊 他被操作 对 下落让队友过去带着兵线 把北京卫博的最后一个高地给推掉 大乔中了后翼的一剑 现在的圈里回到了泉水 这一个大龙的话 周瑜的火还是太难清了 而且暖羊也回去了 这波狼队不会继续再压 要到了后翼 这几波存在感拉满了 先是开团 然后绕后堵退路 对 闪现绕后堵退路 这一波 硬打一波 对 打一套 这波漩涡之路 妖刀的血条 在玩蹦击 有点漏啊 这波微博的守卫 暖羊这里 要配合乔西 虽然想打了一套爆发 但是妖刀和范范之两个人 黄链子一千 然后一口奶 太肉了 对 还有一个漩涡之怒 拿这个后翼真的没有办法 老夫子 顶上去勾楼一下 再捆 对 后翼站在了周瑜的火里 被烫到了残血 明星给个大招 但这波翻翻 有复活甲 A下挂一根线上去 这波凯在人群里面 回头给个二技能 打出了暖羊的复活 但这波老夫子还在黏人 一个一技能 转回来 狼队这波把中路的冰箱 要运进去 但是老夫子出来了 把冰箱给拦住 现在想追 还想闪现一个一技能的拉 拉回了王兆军 这波要回头 想去留一刀 再两个归城 回来二技能 再来一刀 再一个一技能 打出了后翼的复活 终于一把火吹上去 有个铭刀 但是要倒了 老夫子跟上一个捆 直接捆住了 慢慢有复活 站起来还是要死 子梦不想让小胖走 北京微博 这波团战 一进击杀了 狼队三个人 还有五个人 下路还有兵线 没有高地 狼队三个人 能不能守住 冠云一到架上凯 凯开大刀直接冲上去 子梦能不能扛住 今天一开往回跑 冠云这么想追他 顶一下一个一技能 转到他把老夫子给留下来 但是要再接两个一技能 把小胖的复活给打出来 冠云会再提到 冠云也倒了 巅峰对决 有了 王兆军 还有八秒钟 能复活吗 能来得及吗 来不及了 北京微博 带着超级兵 进到了水晶 让我们恭喜 北京微博 巅峰对决 他们面对着这么大的压力 1比3的比分 连追两局 追平了比分 任性持住 最后是选 在BB上选择做一个全放 给自己博出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对 博出了一片天 大桥明世影双放第六局比赛 在取舍上 狼队选择了明世影 而且拔掉了北京微博的三路高地 现在看到双方教练 来到主裁面前进行一个选边 这是我们败者组的决赛 迪洛最终是选择蓝色方 因为他们有优先选边权 他们是率先进入赛点的一方 他们选择了蓝方 八楼 被动选择了红色方 但是他们在第六局比赛落后的情况之下 也是红色方 获得了胜利 在这个时间点 他们需要做好巅峰对决阵容的部署 巅峰对决给他们的时间 一共三分钟 这三分钟 他们要做的事情非常多 要想好自己原先的准备 再加上今天 今天选手 他们到底打什么样的英雄打得好 对 今天李洛教练一手神之边路装中 帮助队伍进入赛点 但是紧接着花楼 在五楼和四楼的一手后一架顿山 也把比分稳住了 双方的教练 开始上台BP 倒计时三分钟 巅峰对决的声音已经响起 大屏也在倒计时 三分钟的时间 他们要做好阵容的选择 战术的安排 选手的交流沟通和教练的最后的叮嘱 这一局比赛将会决定着 谁能够拿到我们第一个夏季赛的第二张总决赛的门票 看画面中李洛教练这边好像选英雄的速率是非常快的 我看五个格都填好了 通常情况下 非常自信 通常情况下阵容是会提前准备好 是 主要是平常都会有练的 对 巅峰对决考验的就是选手们的极限了 第七局的比赛 BO7本身就是对选手的一个体力上极大的考验 而北京微博和重庆狼队 他们在前六局的比赛 都已经非常长的时间在作战 甚至像北京微博他们还顶住了如此多的赛点压力 而狼队现在所面临的是被追了两分之后的心态平稳 对 他们需要稳住心态 而现在北京微博他们的士气是很高涨的 他们现在已经在积极讨论阵容了 讨论完阵容之后还要马上去规划一下自己的前期 自己的一集团到底要怎么固数 今天已经在对到重庆狼队的时候 在一集团屡屡屡实力 对 今天我们在评论席也请来了黄教练和SK SK今天来的时候就说了 他想看巅峰对决 今天让他如愿以偿 对 最终还是被他看到了 作为总决赛等待着这两支队伍的胜者的武汉一斯大Pro的主教练 他也在观察了这场比赛 但最终谁能够走到夏季赛的最高峰和武汉一斯大Pro交手 还是要看这套巅峰对决的阵容 你都知道巅峰对决通常会选择不足火舞打不足火舞 但是刚刚一曲给了一个小的思维就是沈梦希 对 因为有蒙田公本 沈梦希也不是很怕火舞的 然后在边路的话 蒙田基本上是现在这个版本定性了 热门 对 最热门的一个边路 对 因为一曲在这个赛季后赛也是打巅峰对决 对的 巅峰对决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感受就非常刺激了 那在解说期看巅峰对决的感受是什么 感受就是看别人也很刺激 都是很刺激 两种刺激嘛 对 还有最后的三十秒 一个是自己打的刺激 对 现在在巅峰对决上会有一种变数 什么 就是在东黄的压制能够限制大桥的回程之后 你可能会在有一边 会在阵容的一个选举上会有一个猜测 对 就如果你猜测对方绝对会选大桥 他直接亮一首东黄 这个东黄等到真正亮出来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个绝杀的效果 最后的十秒钟 八秒 七秒 六秒 还有五秒钟 巅峰队队阵容 双方的教练已经准备好了 时间到 主裁判已经将巅峰队阵容 确定好 现在教练要签字了 啊 先好确认 落笔无悔 刚刚黄超说到的在游走位置的选择上 非常的重要 很重要 我们之前看到有东黄太一 在巅峰队队出现过 不管是KPL还是K甲 东黄太一也都是一个热门的选择 双方的教练 完成了第七局巅峰队队的BP 接下来把时间就要交给场上的实名选手 北京微博 3比3重庆狼队 这是我们总决赛之前季后赛败者组的最关键的一战 这一场BO7打到了巅峰对决 而能够赢下这一局比赛的将会战上巅峰 迎战武汉eStar Pro 究竟是谁 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评论席 败者组的决赛 第二支进入到总决赛的队伍 这场比赛依然是打到了巅峰对决 也是季后赛的第二个巅峰对决 上一次也是夜楼在场 然后今天这场比赛也是 就其实刚刚看到了这个第六局 还是非常非常刺激的 好几波狼队其实已经直逼对面的水晶了嘛 是的 哎呀 后裔的剑很准 其实感觉有两波 不管是中左的一波 还是高地前的那一波收的老夫子 其实都差一点点 我感觉就终结比赛了 但我只能说最后一波 狼队很急 花卷这个周瑜 火烧赤壁玩弄乾坤 一手高地直接对面狩猎开 是的 确实有点 今天花卷很顶 很顶很顶 最后一波周瑜真的能守 我只能说 是的 今天还是 后来发现还是自己狠毒 都已经那种局面了 除了庄周那把 解毒了 解毒了 所以最后一把我 我就两边都不赞了 我公平一点 是吧 公平一点 两边都不赞了 是不过你今天赛前有预测 说重庆狼队4比3 北京微博 你今天赛前在评论时的一个 纪录赛剧的预测 收回那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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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这样 我现在在反向下说一说 微博4比3 好 打平了 你是还想再打一次浪队 我不想因为 因为这些东西 却影响两边的选手 是吧 可以可以 好好公平经济是吧 对不过刚刚你叹了口气 是为什么呢 感觉的话就是临门一脚啊 这个时候属于 就是属于一个教练嘛 就是看这些 就比如像马上快赢了 就是属于不管是哪边的教练 都会进入到那个模式里 就是感觉就哎好可惜啊 是不是 所以就都会就 就要么你就对于重庆囊队来说 要么就4比2了嘛 是吧 但是我客人观点的话 可以看看巅峰的雨还挺好的 是那肯定的 观众朋友们肯定也是非常开心的 来看一下本局的MVP 给到了北京微博的花卷 周瑜 最后 确实是这个周瑜很关键 火烧吃屁 其实包括刚刚的那个王昭君 也挺关键的嘛 看到好几波利用一个地形的峡口 也是直接动到多人 是还是为了着急了 重庆囊队 还是为了着急了 太想赢了 是太想赢了 那波我感觉有人想打 有人想走 明显能感觉到 其实确实不太好一波 因为当时是有4个人都活着 主要是 呃 北京一波已经三路高地全破了 所以狼队是迫切的想要一波掉 哦 这波拉到双C了 哇 这火直接扑过去 没有立足点 哦 这波真的开有点 原来是紫墨啊 老夫子也很猛 是的 老夫子这波也很猛 然后周瑜顶住压力 是吧 队友给周瑜创造了很大的空间 但是周瑜这波确实这个火扑的也是很精髓 对 配合很好 因为一般我们说 周瑜在野区能去打一个阵地团嘛 他的这个火能够给到对面比较大的威慑力 但你看这一波在高地前依然是 是 花卷为队伍拼出来的优势 哇 是的 花卷这波火烧刺鼻很屌 但是我感觉真正开有点应该是这个老夫子 嗯 嗯 怎么的老夫子进步了是吧 是 是 进步了 我之前选的时候还稍微有点质疑他 嗯 小故事 是 那接下来就要预测一下两边队伍在巅峰对决的一个阵容了 呃 像耶路教练你们之前选择的是 公本蒙田 火舞阿黎和东皇太一 是 你觉得今天会有哪边复刻这个阵容吗 呃 复刻 结果感觉每个队理解不一样吧 嗯 就我们是可能是觉得这个阵容打多了可能比较 好玩一点 嗯 特别是当时是因为 我们可能也赛前两天突然发现那个公告 就发现那个东皇咬住那个大桥 修复了嘛 嗯 对 那个回不去了 所以我们也是可能临时就决定用东皇 猜一手对面用 大桥 对 其实对面也没用 对面张飞 是是是 所以这个电风队阵容真的蛮难猜的 是的是 你猜一下呢 但是我感觉还是 我感觉狼队的预先级 刚才也看到了双方的话可能明示影高一点 嗯 有可能是呃 香香大小姐是下路 是吧 就是明示影配上一个孙上香 对 孙上香 因为刚才看了大桥老父子也输了 他没想要是吧 想要大那个明示影对不对 那你觉得明示影 你觉得明示影香香打桥里哪个好大 就是五五五啊 不要考虑纯对见 这个 这个 个人情感来说的话 我是感觉 就是属于就是我个人的话 我们这边的偏向啊 嗯 感觉明示影好大一点 明示影好大一点 对 对其实上次像 评论席的预测 当时他们也是聊到了说明示影 在巅峰对决出的一个概率还是非常大的 只不过上次你们那场都没出嘛 比如张飞跟东皇 是今天的话 SK觉得说 他以他了解的重庆囊队来讲 觉得他们可能会出 虽然像加上明示影 我觉得只能听他 听他说只能参考一下 参考一下 因为他这个 其实他也比较了解狼队了 不是他要藏一手 马上这两个队过去还要跟他打 他现在说巅峰对决 一个字都不能行 是这样 那就只能那听一下耶路 你觉得 我也只能参考 就是从我们自己的一个角度来 合理的猜测一下嘛 他就加了一点情感的因素 不是我其实是想看小明的 因为我也不知道 对因为我 我们其实巅峰对决 你这个练起来 也不可能天天练 你也就练个两把 也没那么多时间天天练 就是你自己觉得好的 我只是想看一看就是如果一边 比如说出冬皇抓大桥 对遇到对面 那个因为那天我听就是 当时评论席 那个老竹他们也在说 对对对他们在说 他也跟我聊了 他觉得就是会有小明 然后我们当时有也考虑过小明 为什么没选 就没练 对对 所以我想看一看就是 就是到底这边是冬皇 然后那边如果是小明香香 就是如果小明抓的对面 刚好是抓到了冬皇 就冬皇抓大桥 但是没抓到 然后这边是小明 到底谁打谁好打 我也不知道 那如果冬皇抓到了小明 冬皇抓小明 到底是小明这边好打 还是冬皇好打 我也不知道 那边好打呢 你觉得呢 冬皇很难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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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首先第一点那个 小明前期很强 而且容易进也去 而且他保的前排的话 是双抗 很高 冬皇是咬不死人的 所以冬皇容速率会越来越低 所以冬皇的话 是被小明刻的 但是刻大桥 所以是三角量的关系 对 所以就看怎么选 就看怎么选 不错了我就怕 这样说的我好紧张啊 确实对于这两个队伍来说 我觉得他们在这个赛季 一路起起伏伏 走到现在 真的离总决赛 只有一步之遥了 现在已经是打到了巅峰对决 BO7的巅峰对决 这场比赛 北京微博和重庆狼队 期待一下他们的对决 把时间交给解收席 期待一下他们的对决 把时间交给解收席 好